我叫老墨 意外失去记忆 和塞姆大叔学在一起 掉到了这片大海上 在探索神秘基地时 我们发现 这个世界即将毁灭 也得知我们穿越到这的意义 现在的我们 要驾驶着这艘木筏 去拯救幸存的生命 嗯 你来了 没错 是我 你东西准备好了吗 好了 拿去吧 记得省着点用 好的 我知道了 大晚上了 你们不睡觉准备造反啊 哎 来嘞 其实吧 这一切都是因为 塞姆大叔这个菜籍 一来这早上 就安排我去找河豚 哼 这个连头 为什么都是妹妹欺贴哥哥的呀 这一点都不科学 明明我更强 应该是我用时间压押他呀 哦 啊 找到 嘿 抢河豚 受死吧 我蹭 我再次 然后急速闪躲 等等 好险不对 啊 唉 想起这货就生气 这下把空间给他 总不会出事了吧 啊 今天起早点 先把网罐给做了 等一下就直接去抓山羊 起床啦 都给我去干活 不嘛不嘛 别送我被子 学宰十三掌 啊 还好我有早起的习惯 这个也考好了 去拿点材料做网罐 老婆 早啊 不早了不早了 你快去抓一个河豚 我怕我等一下 一炮打歪了就尴尬了 好嘞 对了 昨晚给你的弓箭拿好了没 人呢 跑得还挺快啊 那我再拿点必需品准备上岸吧 话说山羊 应该都会在高的地方吧 那我就直接去整个岛最高的地方 就算山羊不在 那我也能看到他 嘿嘿 我真是机智 还有西瓜 抱走抱走 果然机智的人 引气都不会太差的呀 等等 这是什么声音 啊 挖尽了 有本事下来单挑啊 一直飞射什么本事 啊 哥 哥 哥 求你了 别打了 再打就要死了 这... 这应该安全了吧 怎么还有野猪啊 大叔 你别找河豚了 去把那只扁头破鸟给我杀了 快 好嘞 大家好 我是老牧 最终 我还是抓到了那只小山羊 哦 嘿嘿 小家伙终于找到你了 装弹 转心没有问题 那就只剩下偷偷地摸过去了 轻轻地 慢慢地 一定不能惊动到它 一定要温柔 宝贝我来了 不急不急不急 再来 瞄准了 就是现在 发射 哈哈哈哈 成功 我怎么能这么厉害 走走 抱回家 这双大眼睛是真的萌呀 有点好看 老猫 小心 牛腔里飞过去了 大叔 你这个坑货 快 快 速度回去 总算安全到家了 累死我了 老猫 小心 啥